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一间公司 这个公司叫做Project Veritas 中文给它翻成叫做真相工程 那相信大家很多在追新闻的人看过很多曝光 其实都是这个公司做的 那这个公司是美国最近十几年来 最重要的企业丑闻的新闻来源 那他们就会派这些卧底记者 去那些要调查的这些公司里面 让他们去里面上班也好 让他们去跟这些高层 这个平时的关系比较就是接近这些高层来 然后跟他们套话 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有隐藏的那种摄像机 还有最常是那个美人计 哦对 最常用的美人计 像说什么 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老男人 然后找一个正妹去跟他讲话 或者同性恋的话 就找一个大帅哥去跟他讲话 对对对 他们就是用这种美女或者帅哥的套路 希望能够从这些高层的口中套出真实的话来 那当然这个是基本上 就是他们爆出来的都是很见效的 这些高层真的会把这些真心话 还有他们公司真的在做什么的事情 跟这些美女和帅哥讲 那他们这个隐藏的摄像机 就会把这一切都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 他们就会整编这样的新闻发出来给大家看 比如说呢 他们揭发了什么堕胎诊所 堕胎中心 Plant Parenthood 他们呢 安插这个人进到Plant Parenthood里面 就发现 其实Plant Parenthood 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Plant Parenthood是给人堕胎嘛 那他们呢 有一些孩子被堕出来之后 还活着呢 这些婴儿其实还活着呢 那你正常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讲 你应该给他实施抢救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Plant Parenthood没有 他们将堕胎出来还活着的婴儿 就放到手术台上 让这个婴儿在那里等死 他们不实行任何的抢救措施 以及任何的人道主义的行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们还曝光了一个 这个隶属于Antifa的 一个学校的老师 这个老师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呢 他就给学校里面的学生洗脑 他要让这些孩子 全部都变成Antifa这样的革命制式 而且他鼓动学生 去参加抗疫游行 搞破坏 打砸抢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像是BLM 黑命贵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的运作模式等等等等的 都被Project Veritas 也就是James O'Keefe 领导的团队给揭发了 那最近呢 也就是他们创造了 有史以来 他们这个公司爆的一个最大的料 吸引了最多人来看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呢 他们揭秘了 辉瑞正在利用现有的 新冠肺炎的毒株 来研制杀伤力更强的 而且具有更多功能的 新型冠状肺炎的病毒 那他们现在正在在他们的实验室里面 用猴子作为这样实验的载体 他们希望这个病毒呢 是可以无限的让人类重复的感染 目的就是为了让现有的疫苗失效 为啥 因为大家都知道吧 辉瑞就是一个疫苗公司 对吧 疫苗公司需要继续运作的话 病毒就得在 如果新冠病毒要是没有了 那他疫苗卖给谁 打给谁 就没人打了嘛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让现有的 这样的疫苗失效 他们就要让疫情不停止 他们就要创造出新的病毒 疫苗就会一直被需要 所以他们的生意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当他们报道了这个新闻之后 你可想而知啊 辉瑞一个多么大的蛋糕 是吧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黑暗的企业 对吧 那他们既然碰了这样一块蛋糕之后呢 他们就惹了麻烦了 准确来说是他就惹了麻烦了 James O'Keeffe就惹了麻烦了 于是在周一呢 James O'Keeffe他就发布了一条新闻 他宣布他自己被他自己创立的公司除名了 其实他是上个星期就开始出来 上个星期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说James O'Keeffe被停止了 然后是pay vacation 然后呢他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给他钱让他先休一段假 对对对对 那这个呃他星期一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被确定他被那个 他只是出来说声明而已 而且他还说他说他要打包 对 铺盖卷揍人了 他说这个屋里面呢 我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在这里 他说但是我会把我的个人物品给收走 我看到这里我就感觉很难过 对你有哭吗 也没有哭就会让我想到我自己了 就想到比如说有一天那个AI News把我提出去了 然后我就在那哭 我说这我要把我自己的个人东西收走了 然后就有种那种感觉很心疼了 因为他自己创造的公司 但是很难想到说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就是他自己创造的公司 他被人提出来 然后要把他给除名掉 这些人要开除他们理由 其实他们找了两次茬了 就是弄了两次说要开除他 那第一次呢 来找这个理由 就是为什么要开除他呢 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人呢 这个James O'Keefe 他对员工非常非常的不好 这个人简直是糟糕凑了 他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他居然偷吃怀孕员工的三明治 你说说这人得多糟糕 是不是 作为一个老板 你怎么能偷吃一个怀孕妇女的三明治呢 而且他这个人呢 脾气也特别不好 他在公司里面呢 对员工是大呼小叫的 脾气特别不好 那后来呢 这些事就都被澄清了 就是因为这些事呢 要不然就是 这James O'Keefe在跟人开玩笑 你这个三明治给我吃好不好 哈哈 跟人开玩笑 要不然就是 这些事都是捏造的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那第二次呢 这帮人一看说 找这个理由开除他不行 第二次呢 他们就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 说为什么要开除他呢 这回这个理由就严重了 说什么 说James O'Keefe 他挪用工款 说他挪用工款干嘛呢 说他坐着私人飞机 去一个给他们公司捐款的人那里 去修他自己的船 听懂了吗 再说一次啊 比如说Eason好了 Eason就是James O'Keefe 我是El'Keefe 他呢就坐着一个私人飞机 来找我了 我是给你们公司捐款的人 来找我了 来找我干嘛呢 修我的船 修他的船 是不是 你听起来就感觉这个理由就是莫名其妙 我说这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James O'Keefe 他挪用工款 花了六万块钱 办了他自己的婚礼 但是James O'Keefe到现在根本就没结过婚 这个钱呢 实际上是用来办公司的这样一个庆祝活动 还有跟观众的见面会 反正总之呢 就是各种各样别脚的理由 他就是定义了要把James O'Keefe给开除 所以昨天他就是收拾了他所有的东西 然后卷着铺盖卷就走着了 我知道你看完这个新闻之后 你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 对 但我们两个都是在创业的 所以说创业的这个 一开始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在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当他们那时候没有钱的时候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想要把这个真相工程做得很清楚 然后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些大公司 在做的事情 对他到处去开会 然后没有钱买机票 这些钱全部都是捐赠者要给他们 然后他们那时候很小 就是人事没有那么复杂啦 所以说他们就是大家每一个都 一心一意的想要把这些真相挖出来 然后现在变得有钱了之后 整个公司就变得很官僚 然后就开始公司里面在勾心斗角 那我在里面看到就是金钱的诱惑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这一次一定是Pfizer 辉瑞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他在之前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就他报了那么多家新闻 怎么也没怎么样 而且这一次他们找的 就是开出他的理由实在是太奇怪了 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对所以说金钱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对我来讲就是他这个东西 everything has a price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价格 他可以跟任何一个这个 Project Veritas里面这些董事会的成员 然后就说Project Veritas你可以继续运行 我支持你出来当CEO 然后Pfizer这个地方可以给你多少钱 你是一个non-profit嘛 对不对 那我是一间公司 我是一间大公司 我可以给你多少多少钱 然后你可以当CEO 金手Key 我很支持他 他真的是很棒 但是呢 他真的是太激进了 弄了这样子 我们家做这些东西 也不是做那个也不是 你看我们是做药的 我们这个公司导的的话 对你们有帮助吗 对不对 我们这公司是做药的 我们是给每一个人 这样子这些这么好的服务 这么好这个东西 新冠肺炎的时候 我们也给他们这么多药 我们也没有收很多钱啊 对不对 政府给我们这些权限去研究 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要让大家过好生活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好人 金手Key 这样攻击我们实在是太不OK了 你一起去揭发那些真正的 这个大公司这些坏人 这些公司 然后呢 我来支持你 就短短这个样子 黑的变白的 然后他就可以把 金手Key弄掉 我当然不是 在当场看着他们谈判 但是我觉得事情发生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会有一堆的人 就觉得说 我可以当一个 nonprofit的 一个大公司的一个CEO 我可以把这个 金手Key干掉 然后呢 我还不用担心 我的钱会变少 因为接下来会自己 有一钱一直进来 不像金手Key 他到处去找这个doner 找那个doner 有出募款 我要做出来了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说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 所以说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我看到就是 钱的诱惑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 为了钱背叛他的初衷 那这个是我看到的 必须老实说 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下面 就讲说 犹大背叛耶稣啊 然后他是里面最坏的啊 还是什么的 但是在我看圣经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所有的人都可能当犹大 每一个人都可能背叛耶稣 背叛耶稣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只是你要多少钱而已 像犹大就是三十个金币 那可能约翰就是五千个金币 之类的 就是 everything has a price 然后像耶稣那时候被钉十字架 然后被抓起来的时候 门徒是全部都不见的 每一个都背叛耶稣了 说耶稣一定会上十字架 对 只不过他之前诱发的方式是什么 yeah 而已 就是这里面有千万种可能 那谁会成为那种可能 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握的 就像那些门徒一样 他们后来悔改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做的一个选择 就是他们愿意去悔改 那犹大 他其实不必要上吊死 他可以选择不必要上吊死 他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 他可以选择认罪悔改 因为神的保险已经留了 那他可以选择认罪悔改 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去做 他做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 就是上吊死了 但他没想到 就是说他跟耶稣那么长时间 他没想到说死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吗 我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想法 是我们可以自主去选择的 而并不是被强制去选择的 你说犹大他可不可以选择腐卖耶稣 他当然可以选择 他到最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其他的门徒可不可以选择说 我也拿耶稣去换钱 他们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选择 那他们也可以在之后 他们就完全跑了不见了 但是他们没有啊 他们还是悔改了 就是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不管你怎么选择 你只要来到神面前 神是选择会去拯救你 但是问题是 你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做这样一个决定 那所以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一定会上十字架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就是什么是这个trigger 可以诱发他去上十字架这个或者什么千万种可能 或许在神的眼里已经千万种可能太多种可能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只不过到现实中就变成了这个trigger就变成了尤打 耶那这个建议手KIP这个东西让我看到了 第一个看完之后 我想到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公司 然后他创造出来所有的人脉 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创造 你想到Project Veritas就是想到建议手KIP 没有任何其他人对但是他今天被他的员工整个就是推翻 然后去做这个样子被他的董事会这样子弄走 只是因为钱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像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支持保守派运动 然后呢我们绝对要拒绝这些觉醒文化的议程 然后这些坏的公司我们就绝对不使用 但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手机就两家AT&T跟T-Mobile 如果你要用哪一间你就算用其他家 他也是用他们的基地台 对你不管怎么样都是会要支持到他 所以你不管用什么 你其实用的都是他们的服务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的频道 我们就是在YouTube上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就不要用YouTube 我们直接去rumble或是怎样 其实也可以 但就是没人看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要如何选择了就是因为一个是 保守派没有太多的企业可以供我们选择 就是你不会说有另外一家也可以用的公司 类似于Amazon就是类似于亚马逊这样功能的保守派公司 可以让你去选 现在就没有嘛 你就不知道嘛 那你说那个YouTube对吧 那个时候2020大选的时候说出来个rumble 然后就说你们不要那个去用左派的东西来用rumble吧 问题是它好用吗 太难用了 它太难用了 这个rumble上面呢它连搜索中文都不行 对 那你说我们那个节目放上去一次的节目观看量 或者只有10或者只有20 那这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大家如果要是知道我们就是我们不靠YouTube这个东西赚钱 因为YouTube也不会给我们钱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容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容可以传播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平台 就是传播不出去 那很多人还没信主呢 很多人也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 他们也想要信主也要了解信仰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留在YouTube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看YouTube 然后我们的信息可以传达出去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让YouTube赚到的都少的多的多了 所以YouTube利用我们他们是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我们却利用了这个平台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 再说回来James O'Keefe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呀 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现在公司内部组织的成员变味了 他们被钱给弄得变味了 或许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猜测哈 辉瑞公司有人去找他们谈 我觉得这个事不出意外了一定是辉瑞讲的 因为辉瑞就是有钱嘛 那他可以拿钱去买动人心嘛 他们就觉得说你们这个里面最大的货根就是James O'Keefe这个人 你们就把他给踢出去之后你们还可以是吧 保守你们的意向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但是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Project Veritas就是这个阵线工程没有了James O'Keefe 他就是等于没有了灵魂 公司是他建的嘛 他基本上是为这个公司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把这样一个非盈利组织 我昨天一看他们还是蛮有钱的 超乎我的想象 就是在这样一个非盈利组织里面 在2020年他就做到了每一年 能收到2000多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额的一个公司 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一直坚持着这些事情 那他坚持着去爆料这些真相对吧 很多人又要杀他呀 又要灭口又要干嘛的 这些东西他都在忍耐他都在坚持 那他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 他没有说害怕说我不报道了 咱就报道点别的吧 就说哪哪哪哪 是不是出车祸死了多少人 咱就报道点这个就行了 咱们就不去挖掘真相了 但是他们没有 那你看这些人是可以被钱买动的 但是James O'Keefe 他不会被钱买动 他反而越做越大 对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Project Veritas不能缺少James O'Keefe 那现在这些人因为钱的缘故 把James O'Keefe给卖了 就说我们几个就投票 董事会投票 你就出去 把这样一个最具有灵魂的 而且是带领方向这样一个人 给开除了之后 Project Veritas以后不会有什么 太惊艳的东西出来了 这些人都被钱买通了 他以后再要曝光谁 他还可以去找那公司谈呢 比如说他发现推特有什么臭文了 对吧 赵推特说我们拍我底了 在哪这了 你们这丑闻在我手里 你要不要我曝光 你不要我曝光 你给我钱呢 5000万 咱们来谈 对吧 就变一个勒索公司了 就不是真相工程了 对就变成勒索公司了 所以一个公司跟组织里面的意向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群坚定的 然后意向是相同的 而且有相同呼召的人 这样在一起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开心的 我们在一起就虽然我们不是大公司 但你看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跟风险 虽然我们小 但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其实现在保守派是会互相攻击的 不光是James O'Keefe这件事情 包括像我们之前看到 Daily Wire跟那个Steven Crowder 他们中间的争执 这个是没有人想要看到的事情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其实前进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 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大方向 还有意向下面一起合一 一起共同的运作 没有必要去互相攻击 因为保守派只要互相攻击 我们就会被拖垮 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只要互相攻击 胜的就是左派 赢的就是左派 那现在我们看到 谣言真的是满天飞呀 关于一个什么谣言呢 就是George Soros 乔治·索洛斯 大家都说什么呢 说这个索洛斯 背书了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然后大家就开始炸锅了 就是天哪 原来他们两个是一伙的呀 Deep State 对 原来这个Ron DeSantis 是这么坏的人呢 他跟George Soros 哎呀 George Soros 不知道给他多少钱 给他买通了 不然他怎么可能背书一个 共和党的一个政治人物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个留言 不管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每一个就讲说什么 啊 佛州州长这个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什么Deep State确立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啊 川普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要帮川普祷告一堆基督徒 简单的说就是要这群人一起去攻击Ron DeSantis 然后帮左派散播这个谣言 不是帮左派 帮阴谋论派散播这个谣言 那这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发生的 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新闻 我去查之后我才看到中文的这些人在那边吵 然后底下的就说哎呀太坏了 全世界就只有川普一个人呢 川普总统怎样怎样怎样 反正简单就说他们就是要攻击Ron DeSantis就对了 最主要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假新闻 对 就是没有人去查证这件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其实你一看到这个说什么 索洛斯这么左是吧 在全国各地支持自由派的人去当选 掏钱让他们竞选 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去支持Ron DeSantis 就算他们有任何的交易 这个事情会让人知道吗 这个事情会公开出来 让我们中国的大妈都了解吗 就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所以大家碰到这种时候稍微动一动脑子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英文好的就可以去查一查英文 就是人家原来到底是怎么说的 如果要是有听力上面还不错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影片里面 说人家到底原话是怎么说的 不要被这些假新闻给骗 这么假的新闻一眼假的新闻 结果让这个中国的基督徒 祷告的方向全乱套了 你朝着一个假新闻祷告 你能导出什么结果来 就这个事根本就不存在的话对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影片 就是这一个假新闻的初处 就是说这一个片段 看一看索罗斯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也是川普的支持者 OK大家都知道我每次只要一讲到川普 我只要稍微批评他一点说哎呀川普怎样可能怎样怎样怎样 就马上被骂好就不能批评了 所以现在再次声明一下 就川普2024 OK 我们都是川普2024好 在这个前提之下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可以谈 如果说你要别人放弃支持川普的话 你就继续放这种假新闻 为了要川普当选然后在那边攻击 Ron DeSantis或是怎样的 你如果要川普当选的话 你最应该说的就是川普是个好人 然后Ron DeSantis也是个好人 Ron DeSantis没有川普好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气魄 他没有办法去开除FBI这个东西 他会试图跟华盛顿DC的swamp继续合作 但是川普可以做到 川普有这个东西 而且川普是一个复仇者 他可以进去那边然后推翻这一切 然后呢之后Ron DeSantis再进来 这样子的话会是一个好很多的一个建议 这样子别人也会比较愿意来支持川普 你在这边在那边讲说Ron DeSantis被买通了 然后Ron DeSantis是Deep State的一部分 Ron DeSantis是个深层政府的 然后里面是怎样怎样 跟Nancy Pelosi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什么有关系 跟George Sorrow有关系 你这样子没有办法帮到川普 然后别人知道你说的是假的时候 别人也会讨厌你 然后也会怀疑川普 如果说各位还在传这样的假新闻的话 请停止 右派真的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保守派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基督徒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烂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的没有影响力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没事就互相攻击 对不对 就跟那个一开始说这个坚守KEEP的那个团队 要钱一样 全部都是没有必要的 赢的都是撒旦而已 那样 所以就是学会去做别人的遮盖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再也不要被自己非常容易被激起的那种本性的那种 好像自以为意的东西去怎么怎么样 很多的时候一定要认清真相再去批评 我昨天就像我昨天看了唐重荣牧师的一个那个讲道 下面就有人在那骂 说唐重荣是同性恋 不不不不 写了一大场一个 我想说 哎呀就是你 你在捕风捉影的时候 就是听别人说 基督徒嘛 你总有一天对你说的话都要到沈的面前交账 对自己要负责任 不确定的事情 不要随便乱讲 就是这种也是基督教里的假新闻嘛 就你说谁是同性恋 走走走的地 你在那儿了 你看见了 对吧 你都是听人家说的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你就说的好像你百分之百就是认定一样 就没有说说这个是有可能或者怎么样 传在这些假新闻也是 对吧 大家知道动一动脑子 你就知道这新闻不可能是真的 你哪怕花上五分钟你去查一下 你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但是不愿意花五分钟 你宁愿说假话 宁愿说谎话 也不愿意花五分钟去查一查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也不愿意去看一看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川普的支持者都是这样 这么容易被骗的一群人的话 2024很难赢了 真的 左派只要稍微说一点什么 他只要往你这里面放一个人 他只要往你这里面放一点话 我讲全部乱套 我不是说什么我百分之后 我绝对就是川普2024 我个人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2024之前 他们每一个人要跟我证明说 选票是我的 是我要去投票的 他们有义务要跟我证明说 为什么他们去值得我投票给他们 就他们应该要做竞选的活动去赢得选民章 对 川普应该告诉我说他会怎么样做 Ron Decenters应该跟我说他会怎么样做 然后他们再去弄完了之后 然后我自己做决定 我们现在敌人要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跟这个 Project Veritas一样 从头到尾全部都被一次掏空 然后我们整个运动 整个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运动 我们整个思想 整个被夺走 对 而且最逗的一点就是Ron Decenters 也没说他要选总统 对 太奇怪了 他到目前为止 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他要选总统 所以这个事 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跟空间 如果你要是想要支持川普 那你就好好的去散播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你去为川普拉票 你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好好的心平气和的 让大家一起来支持 对吧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用的地方 就是传假新闻 你不会让川普得到更多的支持者 反而你会让他失去更多的支持者 那这也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的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不要去传模棱两可的信息 也不要让我们的口语 说假话还有说谎话的最有份 我觉得保持这种的圣洁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 在人群里面 在世界里面去做神的代表 或者是你做一个那个帮川普来拉票等等 诚实 以及认识到事情的真相 我觉得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不然的话真的不要去 所以告诉大家 就是也是请大家告诉大家 就是一定要保证圣洁 就是不管是生活中圣洁 还是嘴巴里的这个一定都要保证好 就是事就是事 不是就是不是 不要随便的去乱指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这个真相工程 他们开除James O'Keefe这件事 你到底有什么看法 你会不会觉得这让人很伤心 James O'Keefe他也说了 他现在要再创立一个另外的一间公司 会不会得到你的支持呢 还有对于这个 这个乔治索罗斯跟这个Rondy Santos 还有川普的这件事 你对这个看法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人说 说这个索罗斯 他背书Rondy Santos 这儿的假新闻 你有没有听到过 你的看法是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